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的是第一章第三节关于税法要素 所谓税法要素啊实际上就是实体法的一个一个的构成要件 由于我们后面要学习18部实体法 所以每一部实体法它的内容不一样 它的功能作用不一样 但是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那就是都有这些要素要件 因此呢这一节呢是咱们学习当中的一个叫做重点问题 那它不仅仅是在本章当中容易有考点 那同时呢它也影响到我们后面18个这个税种学习的时候的一些问题的理解 好那这样的构成要素 咱们就给大家要说一下是吧 它都有什么要素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构成一部这个实体法它的基本要素 那应该是包括一个法它的立法的啊什么目的啊等等这个总则啊 另外呢就是这个税的纳税义务人啊 由谁来教是吧 征税对象 税务税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要素 以及纳税的环节呀期限呀地点呀时间呀 那以及减免税那个罚则是吧负责 当然我们在后面的介绍当中 本章里面不会面面俱到的那我们只是提一下关于时间的事啊 这样呢有关这个要素我们在这一节里面呢不全面介绍啊 那主要是一些重点要素的学习 那至于说后面学习咱们的每一部实体法里面那这些要素呢是都会遇得到的 好那这样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重点的这几个要素 当然在选择题里面啊是经常有命题啊 不是说频率那么高但是经常会有命题的 那我们在去年2022年的选择题当中就有关于税率的这方面的命题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的要素中的第一个要素叫做纳税义务人 那就是这个一部税法是吧 那他到底呢直接的这个富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是谁 那我们在这一部税法里面要必须明确 所以纳税人我们要清楚是直接富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那说白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啊 谁去交这个税啊有纳税义务 那这样的单位和个人包括法人组织包括自然人 那这个纳税义务人他所解决的问题呢 那就是对谁争税是吧 谁要交这个税实际上我们说的就是国家对谁来争税 因此呢对不同的业务来讲啊 这个对谁争税必须要说清楚 比如说如果货物的销售啊 我们称之为动产是吧 货物的销售他的买卖 那这个卖方才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所以销售方你是要承担纳税义务的 你是要交税的 而购买方呢是不需要去交税的啊 但是购买方啊 我们一会会提到他是负税人 那这是针对这个货物动产的销售 卖方销售方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那如果说是不动产呢 比如说房屋建筑物是吧 咱们要是卖的话 那你要注意就是销售方 卖方 他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 跟上面一样啊 因为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涉及到了动产不动产 甚至还涉及到了服务劳务啊 因此这个卖方销售方 他是增值税的纳税人 但是买方呢 你也要交税的 那么买方我们称之为叫承受方 他是弃税的纳税义务人 所以在不动产交易当中 买卖双方都是纳税义务人 只不过他是不同税的纳税义务人 因此纳税义务人这个要素 就是在一部税法当中啊 要明确的那就是国家对谁征税 谁直接付纳税义务 好那关于纳税义务人 这个基本的税法要素 我们还要提到跟他有关系的 是吧这两个概念 一个概念呢 那称之为叫负税人 还有一个叫扣角义务人 这都是我们在后面学习当中呢 会提到遇到的 那所谓的负税人 负税嘛负担 是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这就是负税人 是吧 税法要规定谁来负担这个税款吗 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我们只规定谁来承担纳税义务 至于谁来负担这个税款啊 这不是实体法规定的 而是呢 我们在制定这个税收政策的时候 要考虑的啊 那这个纳税人和负税人 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哎我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二者有时是一致的 有时还是不一致的呢 啊 所以他们不是都一致 那什么情况下二者一致呢 那就是当我们缴纳啊 像这种企业所得税 是吧 个人所得税 这种所得税 纯收入的征税时 纳税人啊 你就是取得这些纯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啊 因此呢 纳税人跟负税人就一致了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直接税 这是一致的 那如果说是对商品和劳务的客税啊 那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现在的增值税 是吧 你销售货物服务劳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销售方 那它是什么呀 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啊 这是销售方啊 但是谁来承担这个增值税的税额呢 那应该是购买方 谁来购买服务 购买房屋 购买商品啊 那么销售方要交的税 那购买方在价款里面就一起支付给他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个税收就发生了转嫁 因此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啊 这样的税是间接税 纳税人交的税不是他承担的啊 而是转嫁给了负税人来承担的啊 因此纳税人跟负税人不一致 啊 我们称之为间接税的 像咱们后面要学到的这个增值税啊 消费税啊啊 那这都是间接税 所以咱们的四个啊重点的大税种是吧 在这都可以看出来了啊 好 那我们关于纳税人啊 还有一个经常会跟他有关系提到的 叫扣缴义务人 注意啊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一致的啊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纳税人那是直接这个负有纳税义务的 而扣缴义务人呢 是从征收管理的角度是吧 咱们源泉来这个控制税源啊 源泉上那由扣缴义务人来源泉扣税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扣缴义务人他不是纳税人 那我们在扣缴义务人里分为啊 叫代扣代缴义务人啊 以及代收代缴义务人这么两类啊 其实他的扣缴义务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啊 扣缴的税款的方向啊 来的不一样 如果说代扣代缴义务人 那就是扣缴义务人 要向纳税人支付这个款项啊 那在这个支付的款项里面 你把纳税人要交的税给他扣下来 比如个人所得税是吧 咱们在各单位支付个人的工资薪金的时候 把他工资薪金啊 这个个人所得税呢 就给他扣下来 就不支付给这个个人了 所以这是代扣代缴 那么还有一个叫代收代缴 那就是这个扣缴义务人啊 你是从纳税人这收取是吧 收取 跟刚才那个账号法呢 那是支付啊 这是收取 那从纳税人的收取款项 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加工烟丝的企业 是吧 给卷烟厂呢 加工了烟丝 因为卷烟厂给我提供了烟业啊 然后呢 我帮他加工出烟丝来了 好 税法规定 这个时候的烟丝是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了啊 那你这个业务呢 就构成了消费税的委托加工业务了 所以作为消费税委托加工业务的纳税人是谁呢 那就是卷烟厂啊 因为加工好的烟丝他要拿走 但是呢 谁做出来的烟丝啊 是加工单位做出来的啊 因此加工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 你从卷烟厂这要收什么呀 你给他加工 你收他加工费啊 你收了加工费就要收增值税啊 你收了加工费增值税还要代收一块消费税 因此这样的从纳税人那把税款要过来 这就是代收代缴义务人啊 因此在扣缴义务人这儿 我们知道无论是代扣代缴还是代收代缴义务人 他们都不是纳税的 那如果他没有行使代扣代缴 代收代缴义务 那我们说今后税务检查当中发现了 税务机关还是要找纳税人 去要税款因为纳税人才是真正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 但是扣缴义务人你要承担的是为代扣代缴或代收代缴的责任 你也要接受处罚的 那按照征管法规定应该是为扣缴税款50%到3倍的罚款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要素里面的第一个要素是纳税义务人 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同时呢注意他和赴税人以及扣缴义务人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个税法要素 那叫做征税对象 那这个征税对象有的时候也称之为叫客税对象 是吧 那他实际上是征税的这个客体 所谓客体呢 那就是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那个对象 客体 那你说什么是征税对象啊 实际上征税对象就是对什么征税啊 对什么征税 那有可能是对某一种行为征 也可能是对某一个收入征 也可能是对某一个所得来征 所以征税对象呢 其实就是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客体 或者是标的物 那这样呢 征税对象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必须要清楚的 那就是当一种税区别于另一种税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标志是谁啊 主要的标志就是看它的征税对象不同 那比如说我们征税对象是纯收入 那这个就叫所得税 比如我们征税对象呢 是收入全额啊 这以前我们叫流转税 现在呢叫做商品劳务税啊 那还有就是征税对象可能是纳税人的某一种财产 是吧 财产税 那可能是纳税人的某一种行为 你比如说你占用耕地 从事非农业 那我们就征耕地占用税 这样的话 征税对象啊 实际上呢 就是对什么征税 那作为税法要素当中啊 最基本的要素是征税对象啊 那我们说呢 它实际上体现了一个征税的最基本的界限 是吧 它也决定了这个一种税和另一种税的区分 那也是咱们不同税种命名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好的 那和征税对象有关系的 也有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呢 实际上也构成了税法要素当中的 两个重要的要素 一个叫税务 一个叫计税依据 有的时候简称啊 就是税基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税务 税务在不少实体法的税种当中啊 都有规定 那就是把征税对象呢 给它具体的分分类 分出来列举的具体的征税的范围 你比如说我们的消费税当中就把应税消费品给它具体列举出来了 是15种应税消费品 那这15个就是消费税的税目啊 比如说我们的环境保护税当中啊 咱们把这个污染物是吧 要征环境保护税 那这个应税的污染物有多少呢 有四种 那这四种就成了环境保护税的税目 所以这个税目其实它就是征税对象的一个具体的范围 因此呢 它反映的是征税对象的一个质的规定啊 那表明的是征税的一个叫做广度 是吧 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广度啊 因此通过征税的对象里面具体税目的选择和确定 那贯彻的是国家税收的这种调节政策 什么时间是吧 什么这个阶段 那我们对什么要进行调节就放入税目 不需要调节的就把它从税目中拿走 好 那我们再来说 这个和征税对象有关的 另外一个叫做计税依据 我们说计税依据啊 它是直接计算税额的那个基数 所以它解决的是一个啊 税额计算的问题 确切的说呢 解决的是一个征税的量的问题 啊 那么任何的税不管你是主体税还是非主体税啊 它都一样是吧 任何的税 它的税额计算啊 税额等于什么呢 都是等于计税依据 比如说我们把计税依据称为A啊 然后乘以这个税所对应的要求的税率 所以计税依据 它是计算税额的基数 那解决的是征税对象的量的规定 那这个计税依据 一般来讲呢 按照金额征的是居多的啊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从价计征啊 那当然呢 还有少量的税种 它是按照数量来征的啊 比如说我们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按照每平方米的土地啊 一平方米多少钱 这就是属于叫做从量征收自然单位啊 作为这个计税依据 好 这样关于征税对象和这个税务 和计税依据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看清楚了 那我们征税对象本身啊 是一个区分税种的标志 是吧 那它的这个质的表现呢 叫税务 体现了一个征税的广度 而它的量的表现呢 就叫做计税依据 有从价有从量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 关于税法要素的第三个要素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税率啊 那从税率的名称来看 我们感觉一个率啊 就是一个百分比千分比万分比 这么一个率 实际上呢 税率它也有按照绝对金额来确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呢 税率体现的实际上是一个计算税额的尺度 是吧 那这个尺度呢 衡量着税负的轻重 所以它也是啊 叫做 征税的深度 是吧 广度是税务 深度就是这个税率了啊 那从我们一般的理解 税率应该是比例啊 是一个百分比的情况下 假如说我们的计税依据啊 或者叫这个征税对象是一百 是吧 那里面呢 应该有十五的税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税率就是百分之十五啊 你比如说消费税里的高档化妆品 它的税率是百分之十五 那就是每一百元的销售额里面 应该有十五的税 这就是咱们说的税率 当然它也是计算税额的啊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 那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 咱们的税率的形式呢 主要就是使用了这三种的税率形式 比例税率 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啊 比例 累进和定额都什么意思啊 那我们在这给出了大家含义 所谓比例税率 就是不管征税对象多大多小 不区分 它用相同的比例 你比如说增值税一般大税人 销售一般的货物 百分之十三的税率 那无论它这批销售是十万元 二十万元 一百万元 二百万元 它的税率都一样 这就是比例税率啊 那我们在比例税率的使用上呢 咱们有单一比例税率 是吧 这一个税 它就一个税率 比例税率 就这一档 那就是叫车辆购置税 另外我们还有叫做差别比例税率啊 这一个税率 是吧 这一个税种当中呢 它是用比例税率 但是它有不同的档啊 比如说成建税 我们是地区差别啊 像增值税 咱们是啊 行业是吧 不同的行业有差别啊 那还有的 这个比例税率呢 它是有幅度的啊 像咱们的汽税 那就是3%到5的具体幅度呢 由省一级来确定 好 那关于这个比例税率啊 它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计算特别的简便 比较简单 当然不同的征税对象 都有一个比例 这肯定是体现不了公平的啊 那我们来看的第二种税率形式 是吧 它就把比例税率呢 给它进化了 那就是把征税对象给分段了啊 不是所有的征税对象都是一个率 把征税对象分段 分完了段之后呢 那我们就规定了不同的税率啊 特点 那就是征税对象越高 税率也就越高 体现了叫做累进的特点啊 这样呢 关于累进税率 咱们一会儿给大家做个比较具体的介绍 不过我们现在的累进税率呢 分段有按绝对额分的 叫做超额累进税率 像个人所得税率 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用的是超额累进啊 那分段我们也可以用百分比来分啊 这就叫超率累进税率 我们的土地增值税 是唯一使用超率累进税率的税种 当然还有一些税种 它不是按照这个啊 分段也不是按照 同一个征税对象啊 这个都按相同比例 它是定额 那就是他把征税对象的这个计算单位 给确定出来之后 直接规定一个固定税额 比如说我们的车传税是吧 那你每年固定的交的税额是多少 比如我们家用小汽车 每年固定的480元的车传税 这就是定额税 以及咱们刚才提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所以呢 在这个不同的税种当中啊 那我们会规定有不同的这个税率的形式 当然你计税的时候 那不同的税种就要用不同的税率形式 但是呢 在这也给大家提个醒 那就是有的税种 它一个税可能同时采用两种税率形式 那18个税种当中呢 我们列出来了下面的这几个 一个税是吧 它有时候用比例 有的时候是定额 比如消费税是吧 它就这样的 不同的应税消费品 有比例税率 有定额税率的 像卷烟和白酒 它还是比例和定额都使用了 另外像关税 它也有用定额税的 像我们这个资源税 它也有列举的少量的应税资源产品 可以选择定额税的 大部分它都是比例税率 当然还有的税 它是比例税率加累进税率 像我们个人所得税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如果说是个人所得税当中的 经营所得和综合所得 它是累进税率 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务呢 它就是20%的比例税率 所以这些税率 咱们在后面的18个税学习当中 不仅要知道它的形式 还要会用 当然有的税种 还要你记下来它税率是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 只是说一下税率的形式 其中比较复杂的是累进税率 因此呢 我在这就给大家 把累进税率啊 给举个例子 分析一下怎么来用 那累进税率 那就是要把征税对象分段 是吧 比如说我们是按照绝对额来分的段 不是按百分比 那就是零到五千 第一段 百分之十的税率 五千到两万 百分之二十 两万以上 百分之三十 这样呢 就分了相当于三段 规定了不同的税率 那对这个超额累进税率 来讲 是吧 那我们对应的累进税率里面 有超额 还有一个全额呢 那到底怎么来使用啊 那我们在这给大家 以征税对象六千 来举个例子说明 六千的征税对象 如果用刚才的累进税率的 这种分段 我们两种方法 一种呢 是六千在哪一段 咱们直接找 直接计算 是吧 六千呢 应该是在这段 五千到两万之间 所以百分之二十的税率 这样算出来的税额呢 就是一千二 那么还一种方法呢 我们不是直接找 而是分段算 你既然征税对象的 划分是从零开始 那好 我们对六千呢 也就从零开始 六千里面 有五千 是适用于低税率的 第一档的 百分之十的 是吧 那么六千里面呢 剩下还有一千 那就得超过本级 用下一级的高税率 是吧 所以呢 只有这一段 这一千 用了百分之二十 这样呢 我们把分段计算的结果 相加啊 得出来的税额是七百 那我们可以发现 同样的税负啊 都是这个税率表嘛 同样的征税对象 都是六千 但是两种方法 算出来的结果啊 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嘛 呃 而且呢 我还没有举特别典型的啊 什么是特别典型的呢 比如说 我们在急剧点上下 是吧 你看看 假如征税对象要是五千 在全额累进下 五千要是乘以税率 应该是百分之十的 对吧 那应该是五百 没问题 但是如果征税对象 往上加了一 那就是五千零一 那超过了五千的 我们就直接得选百分之二十了 那你看 百分之二十算出来啊 税额就应该是一千 百分之二十 一千点二 那就意味着 征税对象才增加了一 但是税额就增加了五百点二 所以在急剧点上下 这个税负极其的啊 不公平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全额累进 现在就不采用了 而用的是超额累进 那么超额累进 它肯定体现的是公平啊 可是超额累进也有它的缺点 那就是我们这个举例是三段了 是吧 三段 那假如说多一些呢 比如我们现在的 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 划分了七极七段 这么一点一点的 一段一段加太麻烦了啊 因此我们就选了一个 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那就是把全额累进 算出来的税额 比超额累进 算出来的税额 多挣了多少 把他们的税差先计算出来 这个税差呢 我们起个名字叫做什么呀 叫做速算扣除数 所以从名称上 我们可以看出速算 它的作用不是就为了简化计算 是吧 为了快速计算 简化计算 那么有了这个速算扣除数 他们的税差 是吧 税差 是吧 差五百 好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五百了 那就是 把 征税对象直接 乘以 他所在的这个级的税率 那你说 这个算出来 不就是全额累进的税额了吗 那好 我在把全额累进的税额减去那个税差 减去这五百事先算出来的税差 那我们得出来的就是超额累进计算方法下的减变的计算的税额 那全额累进的税额减去全额累进比超额累进多征的那个税差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一段一段的算和直接算结果是一样的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超额累进的计算方法 为什么要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个人所得税 这个综合所得的计算中 每年我们一定会有计算问答题 而这个超额累进的税率表呢 没让大家去计 是吧 他会给你 但是呢 我们有一年考试当中 就没有给大家这个速算扣除数 而是呢 告诉你各段的税率了 那你只有知道超额累进 它是怎么应用的 才能够把它算出来 分段算相加 你要给了我速算扣除数 我直接用 没有给我呢 我们用分段算相加 和你用速算扣除数的结果是一样的 好的 那关于要素当中 我们要提到的 咱们教材里介绍的第四个要素 就是跟时间有关的 叫纳税期限 当然纳税期限 这里面是跟时间有关 其实它有三个跟时间有关的 这个概念在里头呢 第一个叫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指的是应税行为发生的时间 发生了应税行为 是不是马上就要把应税行为 该交的税就交上去呢 不是的 那我们就出来一个纳税期限 那就是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 汇总的把这个本阶段 或者说本期的税额给交上去 所以汇总的来交 这个期限就是纳税期限 那这个纳税期限呢 咱们是有什么呀 按月交的 有按季度交的是吧 也有按年交的 咱们后面讲实体法 一个一个具体税种的时候 都会提到的 当然像咱们的增值税 消费税这种大税 是吧 它呢 基本上都是按月交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有按季度交的 而这个像企业所得税 是吧 个人所得税 它是按年来算 像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 以及呢 企业所得税 它是按年来算 但是交的时候 也不能按年来交的 所以这样的话 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 汇总你纳税 义务期里面的税额交上去 这就是纳税的期限 当然也有可能 没有固定期限的 那就发生一次 按一次交 所以也有呢 按次来交的 好的 那问题又出现了 如果我们是按月交 是不是月末最后一天 就一定要把这个月的税 给交上去呢 不是 我们税款的入库期限 规定的就是 纳税期限 届满之日起的 一个多少天之内 把税额来缴纳入库 这个就是入库期限 所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 这三个时间 那我们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举个例子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说的是假贸易公司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他在2022年的11月11日销售货物 开取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著名的销售额是100万 增值税是13万 那这样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实际上就有了 那就是他这天销售货物 他这天发生了纳税义务 所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当天 那么这个当天的税是不是当天要交呢 不是 它是有一个几个间隔期的 然后汇总 那这样的纳税期限 就是11月份的 是吧 11月份 因为一般纳税人是按月交税 而11月一共是30天 是不是11月30号必须得交呢 不是 那我们入库的时间在增值税里规定是纳税期限届满15日内 那就意味着11月份的税应该在12月15号截止 这样呢 你要是超过了这个时间 是吧 那我们说就有一天是万分之五 每日万分之五的支纳金了 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内交 那就是没有超过 那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 可操作硬性的这种规定 好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税法 实体法的这些要素 在咱们教材上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主要就说到了这四个 那关于纳税人 是吧 关于这个征税对象 关于税率 关于纳税期限 里面我们附带着 还提到了像税募啊 计税依据等等 而这样的要素 在考试当中呢 它不是说年年有题 但是如果有命题 它也是正常的 是吧 咱们命题点的范围之内的 好 咱们列举一个 比如说 近五六年的考题当中出现过 下列税法要素 这个规定当中 具体体现征税的范围 体现征税的广度的是谁 刚才我们说了 体现深度的应该是税率 是吧 体现广度的呢 那就应该是税募 所以只要你在这块学了 没问题 但是你要没学 你真的是瞎懵 因为这个广度的也好 深度的也好 这些要素看着哪个都眼熟了 那我们说体现广度的应该是税募 不是征税对象 好 正确答案选择C 那我们在去年考题里面呢 其中有这么一套试卷 所涉及到的这个税法要素的 多选题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多选咱们要求呢 是所有的你的选项和标答 一模一样才行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有同学丢分的 我们来看看它关于税法要素的表述 实际上说的都是跟税率有关的 A选项 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计算简单啊 没错 计税依据成率就行了 它的税负透明度是比较高的 符合效率原则 计算简便嘛 这是效率原则 所以A就对了 比例税率呢 它不能够针对不同的收入水平的纳税人 实施不同的税收负担 所以难以体现公平的原则 这样呢 我们难以体现公平原则 这是相当比例税率的缺点 这也是对的 好 C选项 我国税收体系当中呢 咱们的超绿累进税率 看好了 超绿累进税率 它是土地增值税 我们前面说过呀 唯一的使用超绿累进税率的税种 就是土地增值税 好 那我们ABC选项都选了 那这个D选项呢 说累进税率 一般在所得税当中使用 所得越多 征税就应该越多 税率就应该越高 累进的特点 没错 这样可以有效的调节纳税人的收入 正确的处理税收负担的横向平衡问题 所以最关键的 那就是我们这个D选项的最后一句话 是吧 那前面 D选项的前面说的都对 关键的问题是出在哪了呢 它正确处理的是税收负担的什么项的问题 横向问题 应该是税负 这个负担能力相同 税负相同 那要是纵向问题呢 是负担能力不同 税负不同 所以这个累进税率 它体现的是负担能力不同的 那个税负应该不一样 是吧 我们说过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 3%到最高45%的税率 它实际上是一个纵向的 不是横向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可以说 你自己看书可能有的时候 一带而过 一个字的差异 过去了 但是呢 确确实实 我们刚才在讲课当中 是吧 甚至在讲税法的原则里面 我们都提到过 正确答案 应该是ABC选项 好 这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多选题 当然了 这样的多选题 它在不同的卷子里 是吧 应该是对同一个考点呢 它都有命题 那么这套卷子里的 就相对简单点 也是多选题 也是去年的 问的是 下列各项当中采用差别比例税率 计算税额 比例税率 还得是差别比例税率 多选 你看我们提到土地增值税 是不是刚才说了 它是超率累进税率 我们提到车船税 它是不是定额税率 所以采用比例税率的 别管它是什么差别比例税率 什么比例税率 多选 它只能够留下了 那就是A和D选项了 A呢 应该是按行业的差别 这个D呢 应该是按地区的差别 总而言之 这个多选题 要比那套卷子里的多选题 要相对好得分 那这样呢 在这个有关实体法的要素当中 那我们说 无论它在命题当中是 特别经常的 还是不经常的 我们要素都要掌握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 我们后面 18个实体法具体内容的学习 一集中的 非常对 我们下来 非常对的 也就是 我们下来